我在荷兰工作一年 然后回国工作了一年半 已经到了不得不考虑 还有准备离职 或者是可能被离职的计划 主要有三个原因 我现在在做这样一个计划 第一个主要原因 是因为我以前在我 刚刚在国内工作的时候 发的一部视频 就是说我当时的体会 我对我现在的工作的现状 工作的感受的体验 有没有过了一年 多了之后有没有改变呢 我想说的是基本上没什么改变 大部分我感觉的是 整个工作状态并不好 然后我感觉就是我个人的能力 根本就是发现不出来 整个人感觉是一种憋憋 就是憋屈的感觉 我也说不好 比较有压抑 然后和同事的沟通 各方面就是沟通也很不顺利 但是主要的原因 我说我要准备开始离职 或者是被离职 这样一个长远计划打算 我感觉是一个非常迫不及待的一个 那是因为我在现在的公司 基本上就没什么成长了 如果说刚开始的成长 是因为我比方说 连基本的一些简单的 我甚至都不懂什么代码 我也说了一些面试 我也不懂 因为技术中有 我完全就听不懂 所以我经常一年多之后 大概适应了 他们在讲什么 但有时候还是不能完全懂 就比方说 他们讲什么接口啊 什么之类的 我完全就听不懂 什么接口是什么东西 整个就整个就是 在双语环境中工作 真的很累 因为美国企业嘛 然后我们看了 还有有时候沟通 包括有些和美国同事的 也议定什么都用英语 可是国内上海这边呢 他们又纯中文的 技术中文也都是转成 纯中文的来讨论 然后我又再说累不累啊 为什么不用统一的语言 然后我们还有西班牙团队 就是大家用一种语言 都好呀 沟通去了 为什么又要用中文 然后就是 就是在工作中 本来就无法专心 在技术方面 反倒是一些语言 让我就是很 很distract 这是只是语言层面而已 还有一个是因为 就是我感觉到 就技术上面 确实没有什么成长 然后一开始 可能会觉得 有些新鲜东西 自己可以学 但是发现 尤其是我之前 挺自身的一个 一个潜在工作室 他之前是和我一组 甚至有时候会带我 就当做我的一个导师吧 人特别特别好 但是他跳槽到了苹果吧 那他走后之后 基本上就是我一个 我在我的team里面 就我一个做前段的 基本上什么事情都让我做 并不是说我做不了 而是就感觉很寂寞 就有时候就需要讨论啊 或者是想分享一下 潜在一些技术啊 什么的 就没讨论 其他组的一些 很潜在的投资 我感觉他们就是很枯燥 每天就是做的事情 就是只是把眼前的工作做好 他们并没有 怎么讲的 对那种技术的分享的 也拍水 热情啊 都没有 他们仅仅只是把工作做好 没有就是闲下的工作 就是聊 聊不了东西 并不是聊写技术啊 什么感兴趣的东西 甚至于说 除了工作之外 不要和我聊任何技术相关的东西 对他们那样 那就是就是 就是 就是感我就是拿工资的 他们好像并不想说 我是这么感兴啦 不一定啊 本来是两个人的 他这个给我一个人做 然后工资还是以前的工资 呃 这倒无所 我一开始是挺抱怨的 但是我现在发现 哎我也可以做 但是我抱怨到 我感觉我的架子被贬低很多 然后我现在想想 我突然哪天 又和我爸聊天的时候 我突然就反应过来 我并也是个博士 然后又做了一个 呃 怎么讲的啊 也不叫很底端的工作吧 至少就是没有什么含金量的工作 真的呃 培训培训基本上都可以做了一份工作 呃 多了一年多了 我感觉到我应该呃 多一些比较challenge的工作了 就是至少发挥 发挥出我一些其他的一些能力了 这是第一方面 就是确实感觉到发挥不出来我个人的能力 然后也生长首先 就是无论技术方面 无论是个人职业 这个公司的观念就是 呃 也没有给人很好的 就是让你呃成长的机会 就是就是让你工作工作 让你完整task 尽管就是没有什么成长的肺文 应该这样讲 嗯 无聊 第二个第二个原因 我这次做这个视频 我是写了稿件 第二个视频就是 来源于那个 作为打工读单一的压力的 单一经济来源这种压力 我直接和我 我刚才聊到我那位资深前端的同事 呃 和他聊聊天 然后他其实就提到过 他有看新闻说 某个五个什么 也在生的大厂 一个公司 一个男性员工 呃 三十出头 三多岁 就因为压力大要跳楼 然后当时 呃 我我当 好像那是 应该是一年前吧 就我刚回过没多久 当时我 我还没有适应过来嘛 啊 当时我就很困 我问他为什么 他他 他如果他觉得他 现在的工作 他觉得压力大 或他不喜欢 他换个工作呀 反正有技术嘛 然后我那个同事 反倒是对我这个一位 所迷惑着 呃 呃 可能他没有意识到 我怎么会这样反卫 然后他 他就是说 那换费工作 压力应该也差不多 再说了 他三多岁 在这个行业的 ID行业 可能就是 不是那么好换的 呃 然后他有一家 老小二位一家 呃 虽然老小也小了 然后可能压力就比较大 所以跳楼 当时 当时我聊 聊天之后 然后我又 我感觉要是会等了 因为那个时候 是一年前的事情 我又感觉到 应该这是 极端个例吧 和这个人 呃 呃 思想太脆弱了 怎么 工作上面压力都能跳楼 压力大 就说明能力不行 要么就是 你在换费职业 要么换个项目 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怎么会跳楼呢 然后又不是新员工 又不是你刚干 然后干不动这个工作 你干了很多年啊 为什么还会有压力呢 然后我又无法理解 但我现在理解了 我过了一年多 这后之后就真的理解了 就是在结合我个人的感悟 我在结合和其他人 认识人 没认识人 聊天 其实是这种压力 是真的感觉到是一种那种 因为你是依赖于那个 白天那个full time job的经济来源 尤其是在上海这种大众 在国内这种 竞争环境非常激烈的这个社会 如果那个白天的工作 是你经济的唯一来源 完了之后 毕竟这个经济来源 你是不能断 而这个给别人打过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不要问题了 就是显意见的一个特点 就是给别人打过 我们是用我们的时间 和我们的劳动力 来换取那个报酬 我们一旦停止工作 一旦会被辞职 或一旦就没有工作 那么我们这个收入 立刻断掉 它不是一个就是passive income 它是一个主东西的收入 就是你必须要付出 你实验很容易 你才能拿到这个钱 它和被动收入 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你做到 你做的产品 做了什么东西 你是给这个公司做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没有任何ownership 你做的事情就是 他们每个月给你工资而已 所以是这种恐惧感 就是担心会被离职 再加上我个人的经历 我之前在我视频中也提到过 我在荷兰奈飞工作 当时是 它是半年签一次合同 就每个公司不一样 我那个公司 它是半年签一次合同 我半年很顺利 给我学校 学校是第二年 然后每次学校都会涨几百欧 对的 然后等到学校第二次了 当时我以为就很税率的 然后我能力确实 我觉得我能力做一个 自学了半年多 然后已经就是能力很不错的 然后当时那个公司也很认可我 没想到是 因为那个差距 就是我也是中国人 拿身份 然后他们的大客户 就是荷兰的政府忙 所以没办法 找不到适合我的项目 很小很小的项目 基本上要结尾了 也不需要人 然后大项目都是政府的项目 没办法让我参与 第一份在海外的工作 并且是一个工作 我特别喜欢的工作 我非常享受 然后那个工作很轻松 然后我感觉到就是 很活泼的工作 氛围 就很舒缓 真的真的 然后薪水也还不错 当时我就觉得 并且还在不断的学习东西 因为每次进入到一个薪水team 他们都会有一个 非常自身的一个 一个工作很多年 经常至少十年以上的 然后就会带一下我 就是人就特别特别耐心 那时候被离职之后 我就意识到了 无论在任何情况 也许可能就是不仅仅是国籍 我都是因为国籍的原因 也有可能比方说工作能力不行 突然被离职 也有可能像这个疫情 然后也被裁员 像我现在在国内工作 这个美国公司 他在美国那边的总部 就因为疫情 去年就裁了很多元 今年好像慢慢要招回来 一部分 我是挺不太确定 但是确实是因为疫情原因 然后大量裁员 所以有很多原因 有你个人的能力原因 有客观原因 各种原因 你不能保障 就是说你现在的工作 哪怕你非常喜欢 但突然第二天 或者是下个月 然后就没了 它是你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 它会很紧张 会很紧张它 当你紧张这个工作 紧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其实会影响工作 心情 那个工作效率 我是这么觉得 如果我特别紧张 一件事情的时候 或紧张一个人的时候 反会爆炸 就是人不放手 就包括健身一样 如果越紧张 你又憋地 反而做的动作越不到位 反而练的效果越差 就要放松下来 放松下来 才能就是非常好的target 才能练到位 然后也才能做功 才能做得更好 有时候 你想 就好多事情都知道 就有些人要放得 包括体育项目也是 要放松一下 如果太紧张 就会出差错的 对于同样的道理 我现在的工作 就是怎么说 我也不紧张 但是也不完全放松 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 虽然工资不高 但是他现在是我在上海 一个主要收入来源 所以还是 这是一方面 严重一句话 就是因为过度 依赖于一份工作 带来的收入 人的压力就会很大 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 压力大 然后整个状态 也不是特别好 甚至于 都像 说的不好听 有的时候 就像奴隶似的 就要唯命适从 因为 因为他是你 就是没了他 你就感觉到 就是你又没有任何 经济收入了嘛 所以就是感觉很恐 就会丢失这份工作 所以哪怕 老板不执着任务 或者是他让你下班 无偿下班 人家觉得不合理 但你也要去加班 尽管我反抗 因为前段时间 是不是周末 加班星星天 但我有发现 就是 现在他不让我加班 但我其他同事 基本上 星星星天都没实业的 每天在群里面 半夜三天都在工作 然后我在想 只要不让我参与就行了 和我没有关系 但说他们工资都比我高 因为我的工资 是这个工资 应该是最低的 我没问 也最好也不要问 第三个原因 我为什么这么迫切 感觉必须现在要努力的 要准备一套方案 来准备离职 和被离职的打算 是因为给别人打勾 永远是一种 就是自己自由的 一种被剥夺 因为我不是所谓的 国内那么流行 什么996的IT 那种工作 我是叫什么 955 早晨9点到晚上5点 但是我们的公司 实际上是早晨 就是我每天是 10点钟到公司 因为10点15分 有个早会 然后大概5 6点钟 离开公司 因为我中午吃饭 比较省时间 然后很多同事 中午吃完之后 在盼着睡觉 就像 回想起来 像我在国内 读大学的时候 盼着睡觉 我没想到 这样一个习惯 居然还在职场上面 也有这样一个习惯 反正多少人 一大片人 都在盼着睡觉 我在他们盼着睡觉的时候 我正在工作 所以当然 我来公司比较晚 但是我工作的时间 把我效率并不低 就了一个礼拜 就40个小时工作吧 就这么算 其他时间 早晨的时间 晚上的时间 还有初末的时间 虽然是随我的 但是你有没有算过 这样一比仗 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对黄金的时间 从早晨9点到下午5点或6点 星期一到星期五 这一段时间 全都是给了一个 给了我们的雇主 然后剁出来产品 不是我们的费 我们没有任何事 我们拿到 又每个月的工资 剁完之后就滚蛋 就是你除了这份工资 然后公司的所有的 就是service 所有的product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署名 你是一点点 都占不上的 它的延续利润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就每个月 给你工资就行了 真的是很黄金的时间 给了雇主 算想起来 如果你想干到退休 干到 我不知道国内 现在退休年来 你都好像延长了 我不知道 就算六十多岁吧 我们一直干到退休 算了多少个小时 然后这个小时时间 并且是我们 比较黄金的时间段 全都给了雇主 我们在那个 隔着的楼里面工作 基本上就有个工作 忙到就看外面的景色 前几天 然后有个同事 就是上下班 比较晚的时候 然后发一家照片 发一个夕阳的照片 因为那个 我们是在16楼 然后发那个外面 上海那个夕阳 太阳下山的照片 说哇 马上就是 加班的时候 偶尔抬头 看到外面的夕阳 觉得好美啊 就感觉就是 平时就忙碌到 就根本就没有时间 能够看到这个夕阳 也有好几次 就是上个月的时候 我带我妈 陪我妈去医院 做那个常规体检 因为年龄大了嘛 她做了很多体检 平时就比方说 我不会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 大白天的时候 是在介绍广 但是那一次 然后我又在介绍 我们俩在介绍就聊天 然后看在街上 熙熙攘攘的人群 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小吃点 你知道上海店铺都很精致的 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 我每天上海好办 我甚至于每天下班之后 影响就关门 或者店铺就关门 或者是有些店铺就已经快打烟了 就是或者是很难看到很多人 就是签着顿小狗的 白天在街上待到晚 就是看不到 就比如说我白天工作 你的人放在格子楼里面之后 你就看不到这种景象 就白天星星然然的这种人群 这种叫什么老百姓的 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生活状态 就感觉到就是我们 就和格里看 我们就已经忙碌到 就无法参与到其中 无法欣赏到 就变得简直 甚至连西洋 星期一到星期五 至少星期一和星期五的西洋 都有的都顾不到 都看不到 然后就想想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那个时候给我感受很多 比如说体会的朋友 或者比方你新一到星期五 我突然哪天不上班 是休假或者干什么 你仔细留一下 你平时上班忙碌到 你忽略了一些几次 你没有一点感慨 如果有感慨的 在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互动一下 陪我妈去医院去了好几次 所以每次我都特别深的感受 然后经常买点吃的 然后就是平时工作的时候 真的是没那个机会 也没那个 眼睛不会那么开阔 因为太感四肢的东西 工作的时候眼睛就盯了电脑屏幕 用自己的时间 最黄金的时间 全都卖给一个公司 最后呢 说得很轻松 我说我要准备好 做好离职 做好被离职的打算 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我在一步步在走 前段时间是因为 我把我太多精力 放在我工作上面了 我基本上就是没有太多精力去忙 我起了他的task 然后从这个月开始 我要给自己制定一个非常非常强制的一个计划 我一定要把我之前 我之前说我要做一个和健身相关的一个app 然后就是有点拖延了 一开始起步还挺快的 然后我为了design的prototype 也填一些content 就内容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和了一个朋友 然后我们俩共同就是合作一下 但是呢 就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个拖延症 我也没有玩什么之类的 但是很多时间我不知道怎么过去 可能是大部分时间是被公司拿去了 所以就是拖延了很多 我现在就是一定要知道 重点在哪里了 就是我要努力把我这个app给做掉 至少在这个月之内第一个版本 就是MVP 至少要做好 到处和我的合作者好朋友 然后再快就是 再不断的矫正一下 希望如果等到那一天能够release 能够publish 然后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也不是说就想了 这个app发表 就一定变成个pocket了 就可能之后会赚很多钱 是不是 连发表都没发表 所以或者是要延迟几个月才能发表 或者是最后发表的 也没有多少人喜欢用 那又如何 就是可能性都很多 所以我给大家推荐 这本书应该大家都看了 这是我和了一堆书 都送完了 但是我带回来几本 仅带回来几本书 包括这样一本书 然后这本书反正就有的时候 没事就看一下 然后挺不错 就是一开始做那个startup 一定就不能太heavy 然后突出一两点 然后一定要就是用市场来实验 不是说我想的 哎呦我觉得不错 这个人应该会喜欢 但是也给人也不喜欢 对吧 就像做这个视频一样 有时候做一个topic 我觉得今天这个做的不错 但是对我发现 也没有多少人看 但反倒说 有时候我做的 临时做的也没有打稿 反倒是有人看 就有时候就是你要看市场的 不是市场 就是人的需求 而不是我个人的需求 如果我要做一个 不是要卖出去给别人做的话 那我要看市场需求 而不是看我的需求 这个会和大家 第一条会介绍说 这是一点 就是要有自己的另外一个 能够给我带来收入的 一个长远的计划 至少我要做 我不一定能成功 你知道做startup 或多创业多什么的 不是那么容易 要那么容易 所有人都发来 就是因为他不能短期看到 不像我做一个full time 叫我每个月都拿到工资 因为做的产品怎样 那些产品的运营 我怎么卖出去 和我没有关系 专门人做 我只是做技术 我把技术 一些task都做好就行了 反正是做full time 我们做full time 压力不是那么大 只是把task都做好就行了 哪怕这个产品卖不出于 我们正要发工资 对吧 再想想还是 福利还是挺大的 还是很轻松 但是如果做一个startup 都创业的话 你做的 就是我 技术也是我做 然后设计也做 然后预影 marketing 发表什么之类 以后委化 都是我做 做之后 全都是自己来负责 因为那个欧多税不是自己 所以到处他 或失败或成功 就可能一些 就是失败的可能性 也非常非常大 成功也是有那种可能性的 就是因为暴流 那么一滴滴的可能性 哪怕是0.001 我要去试试 也要去投入 但是我肯定要保证 一开始的成本 主要是仅限于 我的时间和 我的导动力的成本 不打算 就是花太多钱 去多些其他 买其他的service 尽量避免 就是买很多一些 不必要的service 这点是要控制住 那个budget 尤其是做第一个app的时候 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资本投入 对 就是首先是 只是对于技术 工作 劳动力的 时间的投入 比方说 我每天晚上 我进去玩之后 我其实睡觉睡的 还是相对比较早 我可以在 练完西班牙语之后 有一个小时时间 做这个app 完了中共的时间 就是除了 就是我早晨了一个 简单一个 morning walkout 然后就可能就在家里面 然后好好的做这个app 就尽量减少 回过之后一年多 也没有 除了上班 就是健身 然后做的视频 什么之类的 然后也没有 去过任何一个城市 但是想想 那我做出了什么东西了 我除了工作 每天每个月 拿过那个工资收入 然后其他方 我好像也没有做成功 什么事情 还有一点 算是做成功 就是我健身 也算是做成功 知道我 之后的视频 我会和大家分享 我健身的 这健身程度 还是蛮显著的 一些我的西班牙语 我现在今方 听了一些简单的 一些句子 什么之类 还是很不错的 自身投注是一方 还有一个就是 我自身的产出 除了给我的 一个full time 给我的工作打过 我自身产出是哪里呢 我自身产出 我现在还没有 就是我准备把这个app 做出来 那么就是我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自身产出 哪怕它对中 不能成功 但是至少就是 我先把它做出来 我又有这样一个经历 因为之前我在荷兰创业的时候 特别做我网站 但是我给客户做app 但是只是做一个 只是做一个叫他们顾问 并不是我从头到尾 报到尾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当时还给 荷兰这个公司工作 所以当时怕有 冲突conflate 所以我都没有收费 我说我怕会 破坏这个合同 这属于 你在别人打工的 假如有两费收入的话 你要给你的雇主要讲下 哪怕不考flate 哪怕你没有 你入自己电脑 入自己的事业 入自己的code 都是入自己的 和那个雇主 没有这个关系 但是你也要 叫什么声名 什么之类的 好像合同上面 这么讲 所以到时候 我是打的比较小 所以就必须任何的 不必要折断 我又说要是 就是免费的 所以我当时 也帮助了一些人 也不是一些 几个人 都是免费的 除了这个app 我还有其他的计划 但是这个app 是我最主要的一句话 也是我觉得 就是可能性 实施起来 就是比较可行的 因为毕竟 我会做 我技术方面 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可能会有些 最后会有些挑战 什么之类的 因为自己并没有 做过跨平台的 Apple 以前是尝试过 只是玩过 但是从做好 到发表 这整条路线 complete 我还没有完整的 就是做过 就是说mobile app 我说不是website 就是发表过 很多website 做过的 后期 这些都ok的 因为我现在 就是做一个 网上的一个前段 我就做了 已经做了两年多 这个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做一个 mobile app 尤其跨平台的 安卓系统 还有那个iOS系统 完了之后 再把它上线 带什么之类的 这个只是 以前我只是 叫什么玩过 就是没有真正的 从第一步 然后到 上线什么之类的 没有完整的 走完这个 所以就借此机会 我也希望 就是有这样一个体验 不管对我成功失败 不想看这么远 但是我至少 要有这样一个体验 有那么一个 就像样的app 我能够发表的 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是感觉到 自己还是有点成就感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 这一点 我希望就是 我也希望这个视频 就有点像我做的 一个flag一样 我就也希望 大家监督我 看我的进展如何 也会不断地 和大家分享我的进展的 今天其实是中秋节了 刚刚我帮我打电话 让我去家里面 和他们一块 就是吃 一个午餐 我是多少年 没有过 中秋节一下 团聚吃午餐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所以在去午餐之前 他做了这样一个视频 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们下次见